人老了,要主动跟几种人断交,这不是老糊涂,而是由远见韩非子曰,故善交者,交心而不交事,人生风华正茂的时候,交友广泛,总觉得朋友越多越好,而当步入暮年,朋友却成了累赘,需要慎重择有,舍去害己之人,这需要远见和智慧,老来之年,还要继续与这三种人来往,势必害己害群, 不如及时断交,为晚年清净做准备,乃及众人你知道吗?这里是山海国学,点个订阅,让我们共同感悟智慧人生,远离消极悲观的人,生活之中,有一类人看似人畜无害,却常常成为陷害自己的隐身杀手,让人防不胜防,他们总是喜欢怨天尤人,无论在其身上发生了好事或坏事, 他们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,当你和他们分享自己的喜悦时,他们总是满不在乎,甚至还会嗤之以鼻,打击你的信心,而当他们遭遇到不幸或是不公时,他们又开始怨声再道,抱怨条件不好,埋怨命运不公, 正如明代医学家万全所言,怨气,缘于痒,痛于心,险于怨,重于物音,着笔埋乖,酸过偏执,独肾浅薄,和这样的人在一起,自己也会被他们的负能量所感染, 在不经意间变得烦恼与痛苦,在心理学上,对人类的愤懑情绪的传递,也总结出了著名的踢猫效应, 一位父亲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,回到家后,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臭骂了一顿, 孩子心里感到窝火,便狠狠去踹了一脚身边打滚的猫,而猫跑到街上,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,司机赶紧避让, 却把路边的孩子撞伤了,由此可见,坏情绪是会随着人与世不断传递发生的, 稍不注意便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,为了避免自己身受其害,最好的方式, 便是与负能量划清界限,远离情绪价值过低的人,生活再苦,也总有美好的一面, 靠近乐观大气的人,自己也会获得神采意义,有些人喜欢抱怨, 面对一切时都能找到理由发牢骚,哪怕生活已比过去改善,仍要找茶挑毛病, 这种人处处消极,话里充满怨气,如果经常接触,你也会被其影响,心生烦躁, 电视剧都挺好中,苏大强就特别爱抱怨,整天埋怨妻子不体贴,抱怨儿女不成器, 把什么坏事都怪在别人身上,结果子女都厌烦他,与他一点都不亲近, 正所谓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与消极之人为伍,毕生烦恼, 况且老来之年本就多病痛,还要加上这些人的无端牢骚,只会雪上加霜,加重烦恼, 所以,及早与爱抱怨之人保持距离,否则你也只能抱怨度日,毫无乐趣可言。 不懂得感恩的人 从小到大,我们接受的教育中,便反复地在强调一件事,受人滴水之恩,当以涌泉相报。 感恩,是一种处世的哲学,也是源于生活的智慧,更是成就璀璨人生的重要支点。 一个顶天立地的人,或许没有多么伟大的成就,但必然会有一颗知恩图报的人,无愧于内心与天地。 可偏偏有些人,习惯了享受别人付出的辛苦,并将一切都市做理所应当,心安理得的享受。 一旦他们失去了这份红利,不仅不会念及他人给予的帮助,反而会倒戈一击,对恩人繁咬一口,感恩的心存万福。 忘恩的人终受报应,懂得知恩图报的人,毕经风雨也能心安,因为他们既得行善,必有善报。 而那些忘恩负义,是恩同清云的人,则难以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安详,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,已种下了恶果。 刘欣和姜哥本是一对同在日本留学的好朋友,姜哥在学习和生活上都对刘欣很好,甚至还帮他挡了前男友一刀。 而刘欣却选择锁上房门,任凭前男友刺姜哥,事件被曝光后,网友们纷纷指责刘欣,姜哥的妈妈也选择对他起诉。 他对姜哥的照顾都视若无睹,最后遭众人嫌弃,可见忘恩必受报应。 在电视剧《安家》里,公先生的太表姑奶奶一家,可谓是当代版的东郭先生与郎。 当年他们居无定所,公先生的太爷爷好心将他们收留,并帮他们盖好了房子。 公他们居住,几十年,太表姑奶奶一家不仅没交过一分钱的房租,连儿子上学的学费都是公家出的钱。 可等到公先生要卖自己的花园时,这一家人便要纠占雀巢,妄图从中分得五千万的利益,如此无耻行径,自然难逃现实的制裁。 一家老小最后也落得一无所有的下场,善良很宝贵,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,不要错付真情,更不要助纣为虐。 他人不亦我亦无情,面对忘恩负义之徒,更要狠下来,该翻脸时就翻脸,绝不可欣软。 远离爱占便宜的人,占小便宜一次两次,无所谓。 但是次数多的话就不行,特别是对于我们来说已经进入闹铃状态,在这个时候,我们应该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。 有些时候爱占小便宜也是非常可怕的,不管在任何时候, 我们都需要考虑很多问题,一定要知道,千万不要总是相信爱占小便宜的人,也不要求的人是很孤独,就和那些人品不好的人去交往。 因为有些时候有些事情,我们必须学会放下有些人,我们真的不值得交往,学会善待自己,真正地把握生活,在更多的时候,要知道如何去做。 我们的余生就是这么简单,一定要明白事实的真理,特别是进入老年状态之后,想要余生幸福安康。 我们一定要知道,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交往的,这些人容易陷入贪欲的漩涡之中,他们总是想着从别人那里获取更多的好处,不断地追求自己的利益,而忽视了道德和良心。 这种行为容易让人变得贪心,陷入贪欲的漩涡之中,最终导致自己的道德底线逐渐消失,这些人容易失去别人的信任。 如果你,总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,而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和权益,那么你就会失去别人的信任。 在工作和生活中,信任是非常重要的,只有得到别人的信任,才能够更好地和别人相处,才能够在工作和生活中获得更多的成功,这些人容易陷入道德的泥潭之中。 如果你总是利用各种手段从别人那里获取自己的利益,那么你就会逐渐失去自己的道德底线,道德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。 如果你失去了道德底线,那么你就会陷入道德的泥潭之中,最终导致自己的人生陷入困境。 远离表里不一的人,远离口腹密贱的人,和人相处。 当然会最先亲近嘴甜的,能说会道的人,嘴甜的人交际能力广,能把黑的说成白的,白的说成黑的,当他热情地亲近你时,对你虚寒问暖,关心备至,会让你受宠若惊。 你还以为找到了热心人或知己,你会很容易就开始信任他,愿意与他做朋友。 我们不能否认别人善言能变的优点,但如果表面热情似火,但内心如蛇一样冷,变得表里不一时,我们就应该被区别对待。 这种人的可怕之处,就是,见人说人话,见鬼说鬼活,当着你是一套,背着你又是另一套。 不可交。 知乎上有个问题,生活中你,最烦哪种人? 一个得到高赞回答的帖子是,虚伪。 表里不一的人,他将你伸至危险,你可能还心存感激。 虚伪的人,比魔鬼更可怕。 他当面,对你笑嘻嘻,背后却早已准备好了刀子。 他当面说,得好好的,一转身就翻脸不认人。 翻脸比翻书更快,还有一种人,更加可怕,在你落魄的时候,主动靠近你,还假惺惺地帮助你。 这时候,有人帮你,你一定会很感动,觉得自己遇到了贵人,现实会告诉你,他靠近你,可能会变着法子伤害你。 那些表面上跟你推心致富,跟你一劫金蓝,跟你称兄道弟的人,可能是背地把你推向深渊的恶人。 所以,遇到做人表里不一,做事言行不一的人,最好静而远之。 远离否定你的人。 生活中有这样一些人,他们通过打击别人来寻找优越感。 这些人可能是你的同事,也可能是你的朋友,甚至是你的同学,他们总是打着为你好的口号,来否定你,批评你,打击你。 当你稍有不爽时,他们会说,我都是为你好,你看别人我都懒得说。 他们真是为你好吗? 他们不断否定你,可能是想控制你,他们通过不断地打击你,瓦解你的心理自尊,让你缺乏足够的力量去独立,变得依赖他们,和这种人长期交往下去,你会变得越来越不自信。 传说中的,扑爱就是这样,很喜欢一句话,悟在别人心中修行自己,悟在自己心中强求他人。 不管是职场上的人,还是生活中的人,只要经常打击你,往往都是有意为之的。 所以,如果遇到经常打击你,否定你的人,一定要小心,一定要远离,不管这个人是亲人,是朋友,还是你喜欢的人。 其实,很多时候,别人愿意帮忙是情分,不帮,是本分,对于那些一味索取的人,该拒绝就拒绝,该翻脸就翻脸。 不要让善良没有意义的消耗,与凤凰同飞,帝是骏鸟,与虎狼同行,帝是猛兽,一个人能走多远,要看他与谁同行,一个人有多成功,要看他与谁相伴,和谁在一起很重要,你知道该怎么选择了吗? 谢谢。 谢谢。 感谢观看